时光飞逝 在奖牌榜第一位,获得金牌的64名运动员,绝大部分退役,好像只有林丹一人还在赛场上监时,十年沉浮,我国的乒乓球项目始终经久不衰,在2008年包揽所有金牌后,在2012和2016年的奥运会,再次包揽所有金牌,只不过,现在的中国南拼已经物是人非,国拼首个大满贯得主刘国良 从2003年开启了自己的指教生涯,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是刘国良以教练身份亮相的首次奥运会,但是,在十年后,教练席上已经没有刘国良的身影,他已不再担任教练一职,出任拼协副主席,终于有时间闲下来,陪陪妻子,陪陪孩子,王立琴身材高调,一起风发,他在赛场上作风强硬,触球速度快,力量强, 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男团金牌,男单铜牌,在2013年,特有马林第一次婚礼上,王立琴宣布退役,退役后王立琴获得了新身份,上海拼语中心主任,这一官职按行政级别来算,应该是正处级,王浩被一些网友称作千年老二,是因为他三次参加奥运会,却没能收获一枚单打的金牌,每次都是以亚军结束征程, 2014年,王浩宣布退役,到八一队任教,爱琪尹博,亚是一名舞蹈演员,现在已经为王浩生了两个儿子,现在在国家队执教的王浩,过几天将带弟子樊振东征战亚加达亚运会,值得一提的是,王浩已经减肥成功,看起来比当年还要帅气,北京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马林, 与前面的几位相比过得似乎有些惨,2008年,也是这位金牌得主的最后一届奥运会,他先后经历了婚内出轨,与张宁以前妻离婚,把财产分给前妻,再与张亚勤现任妻子结婚, 马林把一套别墅和数百万存款分给了前妻,总价值高达千万,退役后的马林先去广东执教,后经国家队当教练,仅当了三个月的国家队教练,就头脑一热在社交媒体发布抗议刘国梁系任国平教练,直接退赛,之后他逐渐被边缘化,但出了国家队,目前,马林只能在公众号里发八做菜的视频,和乒乓球没有任何关系, 刘国梁最起码还是拼携副主席,而马林呢?他真的要比刘国梁惨得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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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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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